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馬雲出售一千萬股阿里巴巴的股份 為了應對台海戰爭 美軍將啟用新戰略 瓦解中共的人海戰術 李克強的敏感信息在網上流傳 顯示北大暗流湧動 習近平在APEC期間 連續缺席了兩場重要的活動 在進入話題前 首先感謝網友WinWin對我們的愛心支持 美國政家會官方披露的兩份144表格顯示 馬雲家族信託全資擁有的兩家公司 移於11月21日 分別減持500萬股阿里巴巴創始人股份 涉及股票市值8.7億美金 消息傳出之後 阿里巴巴股價在美股、港股都在大跌 財經博主包叔在X平台上發文 低位減持阿里巴巴 馬雲已經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態度 不看好阿里巴巴未來的發展 不看好中國經濟 外界認為 中共現在沒錢了 這些富人首當其衝 成為中共收割的對象 在中國做生意 做大了就危險 就像豬一樣 養到肥肥白白的時候 隨時都有被中共宰殺的危險 在中國的企業家如理薄兵 中共今天可以叫你風光無限 明日就可以割你韭菜 讓你錢財散盡 這個也是中國企業家的人生悲劇 第一財經19日報導 阿里巴巴發了一則貼文說 網上流傳 阿里即將裁員2萬5千人 這個是5月份的謠言 當時就闢骨謠 不過網友不相信這個是謠言 有網友說 一旦這樣的新聞出來 你實施就不遠了 10月24日 胡潤研究院發佈了2023年 胡潤百富榜 截至今年9月1日 全中國身家千億級的企業家有30人 8億以上身家的有628人 和2020年相比 有將近500名企業家落榜 他們大多數來自房地產的行業 特別是負債較高的開發商 以及工業設備和大健康行業 最近一年 財富下降最多的是曼達的王健林家族 下降了500多億元 碧桂園的楊惠賢家族 下降了近300億元 去年財富230億元的 紅星美海龍創始人車建興 因企業資金鏈出現問題 今年落榜 評論人士陸遠行表示 中國社會並非正常運作的社會 很多房地產公司 都是通過官商勾結 和行賄等方式得到本來不屬於自己的資金 和機會發展起來 再用這些資源去貿取更多的財富 其實都是一種空手套白狼的行為 中國的房地產本來就是充施著大量的泡沫 近年來 疫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 經濟急劇下滑 房地產市場也因此冰盤 因此 那些房地產巨頭的財富 必然會相應地嚴重縮水 分析認為 在中共的體制下 中國商人的境遇堪毅 在中國沒有真正成功的商人 只有時代的商人 例如許家印 潘石屋 馬雲等所謂的中國富豪 其實都是時代的過客 很多時候 不過只是中共權鬥的利用品和犧牲品 台海一旦爆發戰爭 美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 解放軍的體量大 解放軍擁有眾多的藍艇 導彈和軍隊 在數量上佔有優勢 美國國防部披露 計劃在未來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內 部署數千個採用人工智慧技術的無人機和無人船 等自主系統 以應對中共軍隊在數量上的優勢 為阻止中共武力犯台 五國大樓宣布了複製者計劃 美國防部副部長海森林·希克斯 在9月6日演講中披露 美國將開發數千套海陸空AI系統 力求小巧、智能、低成本 該系統可以減少戰爭中的軍隊人數 並能快速複製、部署和升級 中共有世界上最大的武裝力量 最大的工業製造業基礎 近年來還以所謂的落餃子的速度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艦隊 並在第一島鏈周邊構建了能夠飽和攻擊的擊殺鏈 如果台海開戰 美軍已經不可以部署得離台灣太近 而是要退到第一島鏈之外 避免高價值船艦和官兵蒙受太大的損失 如果美軍採用傳統的戰略要突破中共的擊殺鏈 的確有一定的難度 而美國最新的軍事戰略將從根本上改變這個格局 美國國防部計劃打造的 由AI驅動的無人機等自治系統 不追求大型作戰平台 而是強調小型化 成本低可經得起大量的損耗 因而可以大量裝備以系統的大規模 應對中共的大體量 無人機每格成本約為50萬美金 中共要打低無人機 每枚導彈要花費數百萬美金 中共空軍前軍官夏洛珊在精英論壇表示 其實美國在無人機發展上已經走得很遠了 在幾年前 美國的超音速無人機 隱身的超音速無人機 都可以在航空母艦上起降 而且也已經實現了無人機對戰鬥機的空中加油 這對美國來說不是什麼新鮮事 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 8月2日宣布 人工智慧軟體成功試飛了一架 XQ-58A女武神無人機 這可以說是無人機的一個旅程碑式的進展 以前不管有多少無人機 都是有人控制的 都是人在地面上對飛機進行控制 而女武神可以藉由人工智慧 自行判斷之後自動投炸彈或者協助戰鬥 美國考慮將女武神配備在未來第六代戰鬥機上 夏洛珊說 美國的第六代戰鬥機的作戰概念 和現在完全不同了 作戰方式已經有了本質的變化 也就是說 傳統的一對一空戰的這種作戰模式 可能一去不復反 基本上沒有這樣的作戰機會 這將是一個全域作戰系統的對抗 戰鬥機只是整個系統中的一個元素 對於中共來說 這個系統中對應的各種元素 所具有的能力 都是中共任何一種作戰飛機也好 它的武器裝備也好 都是不能夠達到的 就是說你一對一的話 都是比不上美軍的這些裝備 那就更不要說系統對抗了 中共有沒有這樣的系統都很難說 習近平在參加APEC會議期間 在美國的華人紛紛抗議中共反對暴政 與此同時 在國內反襲勢力也暗潮湧動 在李克強去世三州之際 其北京大學法律系同學圖景州 17日在X平台上發出李克強的北大學籍表 學籍表上的照片是李克強年少時的黑白照 儘管寫著安徽省定遠遠 1978年3月入學1982年2月畢業 陶景州說幾年前北大學院將李克強同學 這位當然北大法律系的全優生學籍表副本交給我 我本來計劃在他退休閒下的時候送給他 可惜他匆匆離去 14日網上傳出美國華裔學者北大校友高瞻的文章 長來有關李克強去世的幾個真實信息 文章提到李克強死得好QK 當局表現得又極其詭異 國內幾位北大老人也覺得李克強死得不明不白 李克強太太程紅 安排一些北大校友參加11月2日的遺體告別儀式 但第二天就通過秘書被所有參加的校友發了簡訊 請求他們不要在網上發佈告別儀式的照片 文章認為這個顯示陳雄可能收到明確的提醒和警告 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甚至可能如同傳聞般已被控制 除了高瞻的文章李克強火化後的第二天 李當年的私底兼部下吳妙林寫了一篇送別大師兄的短文 吳妙林說1998年5月的一日 李克強赴任海南省代省長前夕 自己被叫去他家談話 那次是最後一次相見 李克強祝福他 以後做事一定要時時記住 戰戰兢兢 魚女薄冰這八個字 這篇文章已遭到封殺 評論員袁彬表示 從中共前二號人物林彪到李克強 從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到程紅 他們的命運起伏 無一不證明了一點 那就是中共在一部地地道道的搞肉機 哪怕你官職再高、權力再大 一旦失勢 甚至連普通百姓都不如 他們的家人親朋 連帶著也會一同落難 北大校友吳國光教授曾經表示 李克強的人生悲劇 是中共體制的有一體現 如同鐵鏈女一樣 中南海高官的命運莫不如此 在共產黨制度下 誰不是活得很別屈 死得很窩囊呢?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最近網上流傳的 有關李克強的一些敏感信息 都是與北大有關 這個顯示民間 尤其是北大的內部 對於李克強的速死 是存在質疑和情緒的 尤其是在APF峰會舉行的時候 習近平不在國內的時候 出現這些信息 更是顯得北大內部暗流湧動 大家一提到北大的精神 就會想到思想自由 北大人的言行 對整個社會具有一定的影響 有網友說 為何彭麗媛沒有隨同習近平訪美 可能是習近平擔心猴苑起火 所以留下彭麗媛在國內助陣 但是很明顯 如果是這樣安排的話 那彭麗媛明顯是壓不住陣的 APF會議落幕 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 習近平連續缺席了兩場重要的活動 一個是缺席了亞太京俠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 另一個是沒有去舊金山的唐人街 幾個月前 習近平在南非也缺席了 事先安排好的工商論壇備幕式 到底是因為他對這樣的工商活動沒有興趣呢? 還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外界認為應該是猴者 否則的話 一開始就不會給習近平安排這樣的活動了 習近平缺席的另一個活動 是沒有去唐人街考察 可能是出於安全原因 臨時取消了計劃 習近平14日抵達舊金山 抗議狼聲如影隨形 中共僱容很多打手 襲擊抗議者 民運人士表示 一些私暴者身受專業 可能有中共國安和軍方的背景 網上流傳的多個影片顯示 在中共黨魁入住的垂吉酒店外面 親共人群和反共的人士 爆發了多次激烈的衝突 16日遭到攻擊的中國民主黨青年部 執行長介立健被警方帶走 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分部副主席王健斌表示 我們懷疑這些人 包括打介立健的那個人 應該是國內過來的 有軍方或者是警方的背景 從他們的打人手法可以看出來 非常專業 而且他們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針對那些領頭的 而且那些人在打人的時候 同伙很熟練地用紅旗遮住 旁邊人拍不到畫面和視頻 好像接受過專業訓練 紐約律師陳廠廠在抗議中共的時候 也遭到了親共人士噴辣椒水 他表示將追查起訴 追究行空者的責任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裏 請記得點贊、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